有網絡的地方 這個有人在 有人在 自然會形成江湖 有江湖必定有傳說 我就是網絡傳說 深山哥 感謝各位來到 深山哥脫口秀捧場 很久以前我看到這麼一句話 說所謂明星 就是再也回不到 原來生活的人 好 我們現在看一張圖片 我想很多90號跟我一樣 這張圖片其實有一些陌生 為什麼 因為陳小春在出演這部電影的時候 就是國仔 是97年 那時候我才七歲 基本上沒有太多的印象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圖片 這張圖片就是 爸爸去哪兒 舞裡面 許多小孩用最受歡迎的一個 他就是JESPO 而JESPO的爸爸 就是前面我們說的 陳小春 很多人認識陳小春 就是因為 看了爸爸去哪兒舞 好了 為了讓大家更好的了解JESPO 我們先從他爸爸說起 大概說一下 他爸爸早年的一些經歷 陳小春最初的時候 是演九七國仔而出名的 他演的是國仔裡面的一個商機 可以說是地地道道的流氓地痞 一點點都沒有 整天跟那些女的鬼混 大家看這張圖片 就知道它的經典在那裡了 圖片上面拍的文字是什麼呢 當初他去右本的時候 碰到了一個右本的華僑 然後那個女的就問了這什麼名字 他說 我就叫三雞 三雞的三雞巴的雞 哇我靠 這種事情 又誰講的出口 這就是陳小春幹的這種事 所以給人的印象特別的深刻 所以大家看過三雞哥演的國仔系列的話 都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性格的人 他的脾氣是如何的暴躁 完完全全就是一個地痞流氓的性格 他的那種形象太深入人心了 他去了爸爸去哪兒第五集的時候 也就是現在剛剛開演的 爸爸去哪兒 五 他是頭一次去哦 因此他跟他兒子之間的互動 和用語言的表達 互相的交流 給人太深刻的印象了 何況他兒子長那個樣子 你看 有一部分像他 又有一部分像硬材兒 兩個人的綜合體 幾個人的特別可笑 可愛 很多人認識劫持播 都是因為他被他爸爸罵才知道的 事情是怎麼一回事呢 沒有看過錄像的 我在這裡跟大家重複一遍 當時剛去的時候 因為陳小春也就是三雞哥 對環境特別的不熟悉 第二天又要早早的起來 去別的地方摘東西 然後他就帶著他的兒子 走到了一個上坡的地方 要到別的地方去摘果子嗎 然後他兒子走得很慢 他跑到了樓梯上面以後 他那個暴擊器馬上上來了 對著他四歲的兒子喊 你看我走快點 兒子一口 哇把全場的攝影的 節目組的人都驚帶了 以為他兒子會哭 沒想到他兒子拿起了話筒說 Chenisto are you going now 不過兒子不是用這種語氣說的 相反 他兒子慢慢的拿起了話筒 對著話筒說 Chenisto are you going now 意思是什麼 你不要生氣了好嗎 其實這引起關注的 這個並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他的媽媽 硬材兒 更是一個暴賠器 而且性格特別的激戰 我記得有句話是這麼說的 男人統治世界 而女人統治男人 而硬材兒 就是那個統治男人的女人 所以說在娛樂圈 陳小春可以說是出了名的 帕爾諾 帕爾諾是什麼意思 我也是在網上聽說的 聽說是很怕的老婆 他老婆叫東 他就不敢往西 他老婆叫西 他就不敢往東 所以急點回家 什麼時候買菜 什麼時候做飯 只要有空嗎 不是他去演戲的時候 都是聽他老婆的 兩個人性格那麼暴躁 而且的實話 一物降一物 為什麼要有這麼一個 跟他們性格幾乎完全相反的 小孩子出現呢 這才是大家所關心的 還有一點我想說的重點是 你別看 傑斯波才四歲哦 他可以說一口流利的英格力去 現在很多人二十都三十歲了 都不會說英格力去 你看都比不了傑斯波 因此四歲就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格力去 這也是很多人關注的吧 好了 今天的脫口秀 我們就說到這裡 要是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我的微信公眾網 或者微博上留言 我們下期再見 無有書情將來 金有網紅 真三哥 哈哈哈 哈哈哈哈